就是我們結合這個據點 它周邊的資源 包括我們的診所 還有藥局 那醫護相關的人員 那同時也招募了這個社區的資工 一起來幫忙服務這個社區的民眾 所以我覺得說它是一個非常在地化的一個設置 其實醫療效關家的據點就可以類似你便利店 比如說你在日用品有需求的時候 你會先找便利店 然後我們如果民眾有意料上需求疑問的時候 他可以先找我們據點 那在據點的地方 他可以得到第一線的資訊 然後我們會跟他講要到哪裡 然後轉接到第二線去 那我覺得說這個就是類似我們政府的政策 就是分歧醫療 來有一個就是老伯伯 他的因為家裡的人不在 他是獨居 那他就會常常把自己封閉 逐步出乎 那後來我們發現說事實上他是有高血壓的問題 那後來我們就幫他諮詢轉介 到我們醫院來 然後現在接受很規律的藥物治療 那他的血壓就回到比較正常的水 藉由這個機會就讓他可以種出他的自己的家裡面 那我覺得說這是一個很好的 跟社群民眾互動的一個經驗 我覺得醫療小管家是政府給大家很好的一個政策 大家應該要多多的就是去接觸醫療小管家 然後利用這個醫療小管家的資源呢 我相信可以帶給大家更健康的一個生活 醫療小管家 照顧全家 若民眾們對健康有任何的疑問話 歡迎你到我們天成醫院的社區祭典來 或者打我們的專線電話 讓我們別健康 中間 α